那個廉師姐聽到林學大師 她就嚇到我 林學大師內容就寫嗎 不寫是不是 麻瓜快得懂嗎 麻瓜也要懂 也要懂 不懂才復訓大師 其實我覺得這裡也可以聽聽大會的感想 他上過有上跟沒上的差別在哪裡 今天都大會就這都沒來來來來 什麼 Q啊 命難圖啊 好像好像 真命難圖 林學大師 兩年前上的課 很久了 這不是你就下線了 上八堂課 你就自動實現 上了八堂課以後全班淘汰 我是黃老師 沒有 分享一下 跟上之後 你的人跟你的契合度有什麼達意 我知道了啦 上那個林學大師有沒有 我突然想到有一個第一點就是 你常常會有很多事件可以讓驗證 某些突發事件 本來可能是麻瓜 但是有些事件出現會讓你 事後驗證說 跟那個林學大師裡面的特程 剛好相汙印有連接到 這是我明顯感受到的 這確實是老大在派功課給我們做 老大會派功課 而且派的功課都 而且不只一件 是差不多三四件 考驗都很嚴謹 我的狀況是三四件 大概是怎樣 我都忘記了 太久了 但是有那個感覺 真的是有在派功課讓我們做 那樹莉也可以分享一下 樹莉應該也很有感 我忘記了啦 我只記得最後一堂課 我們全部都被當掉 然後班長很高興 我還以為他想不開 然後過程忘記了啦 過程忘記了 枝宇有上嗎 枝宇你要不要分享看看 我如果跟你說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你在問一個問題 然後大家好像就很安靜沒回答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活躍 然後要回答 突然間腦袋就一堆訊息進來 我就想天啊 我要怎麼回答 然後就亂訊 我只記得這樣 就是那時候的考驗就是說 其實你想要回答你所理解的 可是你知道要怎麼講 可是突然間那個能量包一下子 太大包炸下來 你腦袋是要分解分解不了 我那一次就是最明顯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 好啦我分享一下 上林學大事的時候 我住在鬼屋啦 所以那個時候是內外煎熬 所以我的煎熬比你們更重 重點在這裡 我住在 為什麼要住鬼屋吧 因為那是考驗 因為那是考驗 這樣會抓鬼屋 鬼王談判耶 要分享一下談判內容 談判內容可以談一下 這個可以打想一下 有要聽嗎 要喔 其實我不曉得他是鬼王 他那一棟房子的最頂樓 我以為他拜了一尊土地公 他的形象就真的是土地公 標了一個土地公的 類似土地公的神明在那裡 然後我就想說 到這庭頭拜個地頭吧 就買個餅乾 我跟他買個什麼 要去拜拜 就上去 擺上去我就發現 為什麼這個土地公 他那個磁場 那個殺氣騰騰 為什麼這麼兇 我是說 愛了的土地公 我感覺他是殺氣騰騰 我就跟他講 那你如果不是土地公 你是地基主 那我來這邊住 來跟你打個招 大家相安無事就好了 我有空我就會買個 買個水果來拜拜 這樣子 結果沒有跟我說話 但是那個殺氣騰騰還在 然後就這樣過了 但是我就感覺不對勁 因為我那時候不知道 那一棟叫做鬼 我也不覺得 有什麼能量能夠 真的 小咪說超有名的 厲害喔 我就發現晚上睡覺的時候 那個床旁邊大概 站了兩三百個人在看的 但是我是不會神神鬼鬼的 我就覺得要負能量 我就睡我的 所以我也沒什麼不好睡 這些症狀我都沒有 但是住了大概 一個月之後 我的一尋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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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沒覺得怎麼樣 我就繼續住 因為錢花下去了 我也是繳了半年的幫助 就繼續住 那時候 然後 因為我就是一個鐵齒的人 我就在修 我們幹嘛還要修到那麼神神鬼鬼 我就繼續這樣 那個時候 靈絕大師班也在那個時候拍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是內外夾雜 那個心情 很難很難去 很難去形容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到最後 也沒事啊 反而 我在那邊住的那段時間 那個自由落體率有降低了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 這些正能量 有去自煞到 有去制到 把那些負能量 稍微給壓制 你鬼王再兇 我在這裡 我沒有對你怎麼樣 你就不得呼籃 其實那段時間 我就有這樣發現 然後 大概住半年後 就搬走了 搬走了後 那個自由落體率又出來了 就這樣 所以你要我講什麼 神神鬼鬼 沒有 因為我沒什麼感覺 不管他 我睡覺的時候 我旁邊站幾百個在看 趕我屁事 我也不會害怕 但是在這中間 就有一些小插曲 比如說 子羽師姐 有去台北找過我 然後 我請她分享 她的小我在門口 就不敢進來了 你分享一下 小我那時候 就完全不動 然後就是 要進DNT的時候 你就感覺有一個力量 往後一直拉 一直拉 就不進去 然後就 那個玉芬師姐就說 沒事沒事 走 然後我就這樣 撒不隆隆的跟著去 然後 等我在那裡 等她東西拿一拿之後 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為什麼我頭好暈喔 就這樣子 真的不敢進去 就這樣 班長我想要問你 你剛剛講的 那什麼叫做 自由落體力 那是什麼東西 跳樓 跳樓 這魚好可愛喔 就是那個感覺 其實我剛剛要分享的就是說 如果 不要去感覺那麼多 不要去神經兮兮 自然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我們修的是正知正見 我們修的是正氣固體 再怎麼樣邪惡的東西 都 對我們來講都是 沒辦法的 所以也不用太去感覺那麼多 這樣我們自然就會比較自在 不然你一天到晚在感覺東 感覺西 很敏感 你越來越敏感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職業是沒關係的 那就還好 那如果你的職業跟小蜜師姐一樣 那你就很慘 就會變這樣 尤其是 比如說你需要冷靜的這些職業 當你感覺太過靈敏的時候 反而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把那個感覺放那麼重 知道就好 知道就放掉 那這個也很兩難 這東西我想對崔師兄來講 這是他夢寐所的東西 他反而很想去感覺很想去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們修這個最兩難的地方就在於 你感覺太靈敏的你也困擾 沒感覺的也困擾 所以我一直強調為什麼我們要修中庸 然後要請介輔師兄跟寶元師兄 一直來當佛學就是這個概念 那當各位你能夠保持中庸之後 你能夠動盡自如的時候 你在學習任何功法呢 他就是首到群成 而且是信首年 真的相信我 阿保說我知道很難不去在意 那為什麼不去在意呢 很難不去在意 對是很難不去在意 可是當你越在意的時候 你就越 比如說啦 比如說我現在嘴長 我想要吃炸雞 但是呢 現在炸雞店就關了 你怎麼辦 是不是只能放棄 但是你如果不放棄 你就會越想 你越買不到你越想 那你越想你就越買不到 然後你會發現 我要撐到隔天才能買得到 那這段時間你就會很難熬 因為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不斷的在想著你的炸雞 你就會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慢 那就是一種煎熬 那你如果把它忘掉了 然後再想明日再想 時間很快就到了 是這個概念 這個就是心理 你的內心戲要演多久 看你自己 葉擔長回答 有 哪有這樣說 沒有沒有 他說真的 真的 又講到值得了 他可以提 講到值得阿寶很容易理解 對不對 這個都是我的過程 所以我能夠講這麼多 那都是經歷過的事情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至於各位要怎麼樣去運用 我的經驗變成你的 那就是看你自己怎麼樣去體會